很多人做大米发糕都失败了 不是塌陷就是发酸 今天就把详细教程分享给大家 记得点赞收藏哦 空碗里加250克粘米粉 35克面粉 50克白糖 3克奈高糖酵母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倒入300毫升的温水 顺着同一方向搅拌至无颗粒的米糊 盖上保鲜膜 常温发酵至里面全是大气泡即可 再搅拌排气 多搅几分钟 搅拌越细腻蒸出来的米糕也越细腻 不用刷油 倒入模具中 全部倒好后轻震几下 放入葡萄干 每天分享一道特色美食 您可以留个关注 方便想吃时找得到我 二次醒发十分钟 冷水上锅大火蒸三十分钟 这样做的大米发糕松软香甜 好吃不粘牙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感谢观看